世界上许多地缘关系很差国家,比如蒙古,加在中俄两大国之间,不但没有出海口,还沦为两国的战略缓冲地,只能靠落后的农牧业维持运转。 但蒙古国还不是地缘关系最差的国家,中俄对它没有根本上的利益需求,还能加在两国之间左右逢源,充当两国经济交流的中转战,借中国开来的专列开一把油。 与蒙古相比,赖索托可以说是世界上地缘最差的国家了。 赖索托是非洲南部的一个内陆国,75%的国土是山地和丘陵,只有27%是适合耕种的平原和河谷,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国家。 可以说,这是一个建立在山上的国家,而且没有任何可供商业开台的资源。 全靠钻石开台,带动经济增长。 更悲惨的是,赖索托全境被南非包围,虽然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,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在此设立大使馆。 因此,赖索托成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,艾滋病最泛滥的国家之一。 既然如此,赖索托为何不并入南非呢? 南非是非洲第二大经济体。 政局相对稳定,国民生活水平较高。 财经、法律、交通业发达、盛产钻石、黄金。 还有一只战力不弱的武装力量,在国际上算是一个中等强国。 在非洲地区有显著影响力,有这样的强林。 全境又被南非包围。 赖索托完全可以棒上这样的强国。 摆脱国内鸡贫鸡弱的局面。 其实,赖索托在独立之初,就有这样的机会。 可惜白白浪费了。 赖索托的前身是巴苏陀兰王国。 18世纪沦为英国殖民地。 被纳入开普殖民体系中。 巴苏陀兰王国被殖民完全是自愿的。 因为被北方的布林园欺负的受不了才主动要求英国保护的。 六十年代。 全球民族解放运动兴起。 英国退出开普殖民地。 南非退出英联邦。 英国殖民者给了巴苏陀兰人两个选择。 要么并入南非联邦。 要么独立建国。 巴苏陀兰人最终选择了后者。 获得独立的赖索托并没有稳定下来。 1970年。 乔纳森政府搞独裁。 1986年。 赖索托爆发兵变。 建立军政府。 1991年再次兵变。 废除了国王莫叔叔二世。 1993年、1998年、2014年再次发生政变。 动荡不安的局势,使得赖索托更加贫困。 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。 连粮食都不能自给自足。 全靠国际援助。 这种情况下,恐怕南非也不愿将其吞并。 不过,南非并没有因此欺负赖索托。 反而投入巨资修建大坝、发电站和输水隧道输送水电。 极大的缓解了赖索托的贫困状态。 贫困状态。